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42集 Basic 它是基本的 基本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的窍门就是它完全不卷舌 一点都不卷 Basic 有时候听到有些人念 他念这个字 他念Basic 他念到卷舌了就完全不对 所以英文里面 像念A的音 大卷舌中卷舌小卷舌 这就注定了你的发音能不能像美国人 就这三个卷舌程度的不同 那很多人就是 卷错了 不卷舌他卷舌 卷舌不卷舌 那很多人大部分就是 发音不准的他都不卷舌 所以带有这些问题 所以基本它是Basic Basic 你看跟这个篮子Basic 你看就差很多Basic Basic 所以你的观念里面 永远是一种 你念Basic可以 可是你念到篮子 你念Basic Basic 又不对 所以篮子Basic 大卷舌 那这个又不卷舌了 Bas 就是男低音 男低音 因为女低音又有另外一个字 Bas 又不卷舌了 一般讲低音 或者是男低音 低音就是一个抽象名词 男低音就是一个 就是一般的人 Bas 不卷舌 这个又大卷舌 Bastard Bastard 混蛋 这个混蛋 我讨厌你 讨厌的人 Bastard 又大卷舌 Bat 我们说木棒 但也可以当蝙蝠 我们这边是讲木棒 Bat 所以你看 这个舌头就很累了 基本的不卷舌 Basic 到篮子 名词 又变卷舌 大卷舌了 Basket 又到那个低音 男低音 Base 又不卷舌了 然后又到混蛋 Bastard Bastard 又卷舌了 Bounce 或者蝙蝠 又卷舌了 Bat 所以这个 英文也很难发音 男就男人在这里 他这个音差很多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念不到 美国人的标准 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可是你说我可不可以念到跟我们 可不可以念到像美国人一样 当然可以 美国人有很多发音 他不是很标准 或者他自己也念错 如果我们掌握这些窍门 那我们这边讲的都是 简单的字 实用的字 用得到的字才讲 很少用的 那就不讲 没有什么意思 就越常用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些字都不难 常用的字都不会很难 而且字 他这个字都不会 字母都不会很多 字母很多的字反而很少用 所以我们一般中招 招了到都是这些简单的字 一方面他的音念不准 一方面他的意思变化特别多 越难的字 这个字母数越多 他的变化越少 他是英文基本上有这个态势 那我们看看这个 他什么意思 就是用英文的思考 来看看什么意思 当我们讲基本的中文就知道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英文要好 我们不但是用中文知道 他是基本的 可是我们要用英文的思考 用英文的想法去 他怎么表达出来了 那你碰到老外 你不能说基本的 老外听不懂 你要用英文讲 simple and not complicated 它是简单 并不复杂的 so able to provide a base 他可以提供一个基准 一个基础 or starting point 或者一个开始的点 a thing which 从这边开始 something can develop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展 它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万丈高楼平地期 你先有基本 然后再往上发展 它是基本的 它是形容词 simple and not complicated so able to provide a base or starting point in which something can develop 这develop也是卷车卷一半 develop 它不是develop 也不是develop 卷一半 develop 我们看例句 everyone should acquire basic knowledge and history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acquire acquire跟get不一样 get可能很快 可能不一定很快 但是acquire通常就花时间 花精力 不是马上就可以得到 acquire 比如要得到一个工作 因为他是用他的学历 他努力过去精力 或者他学习到 他的英文程度很好 日文很好 西班牙文很好 他就今年累月 他不是一两个月 所以acquire就是经过努力 经过时间 acquire basic knowledge 每一个人都需要 有一些基本的历史 的知识 当时讲师讲基本 那也不是一两天 你可能要几个月 半年 这个意思 everyone should acquire basic knowledge and history 那basket就是篮子 a light container 我们不要说这就是光线 又是一直多于light 光线 不是 一个光线的一个容器 不是 轻的 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 那light光线是名词 所以名词 形容词副词都可以 所以英文字常常 一个字有很多意思 一个字有好多种词性 一个很轻的一个容器 oven with a handle 通常有个把手 handle 像那个脚踏车 摩射的那个把手 把手都是handle 汽车就没有 那那个战斗机 它又不叫 它那一根的 它又不叫把手 两根的叫把手 that is made of thin strips 是wood 通常就是呢 就那个strips 就是一片一片 一条一条的木头 用木头来编 或者是metal 当然它这个 没有全部洗 你可以用banboo也可以 用竹篮也可以 所以这边字典说 可以用木头 也可以用金属 金属篮子 当然有啊 或者plastic 或者是塑胶都可以 那为什么没有写banboo 还有其他的 那写不完 所以再举例 twist together 就是互相扭在一起 要编嘛 我们说编竹篮嘛 它互相纵横交错 twist 扭曲在一起 use for carrying 就是用来运送 或者story 或者储存 一些事情就篮子 简单讲就篮子 a light container oven with a handle that is made of thin strips of wood metal or plastic twisted together use for carrying or storing things 我们看例句 you may put any dirty clothes in that yellow bamboo basket 你可以放任何一些 一些脏掉的衣服 坏洗的衣服 再把放进去 em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竹篮里面 蜙布 当然 这个不只是木头啊 什么什么 金属啦 塑胶 竹篮也可以啊 藤也可以啊 一大堆 这是纸啊 又纸做篮子等等 那衍生自己的basketball 篮球 最早呢 这就是竹篮嘛 不是像现在我们的铁框吗 都铁的吗 以前最好是竹篮 下面把它打开 把它割开 就竹篮 可是后来竹篮 发现常常容易坏啊 所以用铁的 就是铁框 然后下面做个篮网 那篮网用尼龙绳 不容易坏掉 所以最早是竹篮 所以你看那个早期的 如果找得到那个照片 或者影片 它真的是竹子做的 所以真的叫竹子的 竹子的球 竹篮的球 所以它这个字 用的没问题 那现在当然不用 You may put any dirty clothes in that yellow bamboo basket 那bass 它的名词 the lowest range of musical notes 最低的一个范围 range 然后是音乐的 我们不要说钞票 也不要说注意 音符 所以这个字很会跑 notes也可以动词当注意啊 也名词当纸钞啊 也可以当辨条纸啊 一大堆 腹筑啊 腹肌啊 那这边是音符 就是音符里面最低的音域 or a man with a thin voice in this range 或者是一个男生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 男低音嘛 女低音 都有字啊 男高音男中音 都有他的字啊 女低音用别的字啊 所以男低音 男人呢 在这个最低的音域 叫男低音 所以他本身就是低音 也可以是男低音 the lowest range of musical notes or a man with a thin voice in this range 我们看例句 the pitch between the tenor and the bass is quite different pitch 就是音调 音调的高低 pitch 加一啊 很奇怪 变头首 也可以是大 大一点的那个壶啊 装水的壶啊 惯了 也可以是沥清 搏油 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啊 意思很多 所以这音调呢 在between 在这个tenor 就男高音tenor 卷色卷一半 tenor 还有一个bass 完全不卷色 你看tenor bass 不一样 男高音跟男低音 的音域 的音调高低 is quite different 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你看唱 张宇生的啦 跟唱王熙啦 或者台湾的 郭金发 音域差多少 就是差那个 整个八度啊 八度音 但是我们卡拉OK 一次是调半个音 调一个key 一个key是半个音 不是全音 但Dreamia Salati 它里面有两个是半音 其他是全音 Bassards 就是混蛋 不喜欢的名词 An unpleasant person 就是一个让人 不快的人 让一个人 觉得不舒服的人 或者是 只要加一个分号 就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种解释 A very bad unpleasant man 就是一个很坏的人 也是让人 产生不悦的人 A man who strongly dislike or hate 就一个人 你非常的strongly 非常的不喜欢 以及恨他 讨厌 甚至可以恨他 An unpleasant person A very bad or unpleasant man A man who you strongly dislike or hate 那我们这场讲 那美国最好讲 You dirty bastard 这个混蛋 混蛋 混蛋王八蛋的意思 You dirty bastard 混球 那 bad 我们一般讲 棒子 那也可以是蝙蝠 那我们这边讲棒子 A long round a stick 一个长的 然后圆的 一个棍子 that used to hit the ball in baseball 就是在棒球里面 打那个球 就叫球棒 棒球棒 A special shape E piece of wood 也是一个 一个特色的 一个形状的 一个木头 Use for hitting the ball in some games 其他的也有一些 除了棒球以外呢 其他有些也是用 球棒的 都可以 就球棒 一般是讲棒球棒 那其他的球棒 也可以 A long round a stick that used to hit the ball in baseball 像这两个 都是一代鹅的音 stick hit 那你不能列成stick heat 不是 因为你讲heat 你让它听成heat 听成热 很热 那个热 所以我们就是 翻译要标准heat 就是热 温度很高 hit就打 你看heat 跟hit 差很多 stick stick 棍子 especially shade piece of wood use for hitting the ball in some games 在球里 不要念成bow bow 他是卷舌的欧代 有点art in ball in a baseball game players use beds to hit baseballs with full strength 他在那个 棒球的运动当中呢 选手呢 他们都用那个 球棒 去打起这个 棒球 用尽全力 with full strength 用尽全力 他每个都需要打 全力打吗 或至少安打吗 用尽全力打 有时候 太用力了 那个 不够精准 就是挥棒落空 所以他们 不是 不是打不准 因为用力过度 那如果他 如果说 比如说 累上23的有人 他也不赌 那个全力打了 因为全力打很难嘛 他只要安打 他就用七分力 那七分力球就 就很容易打到了 那我们再把这个五句念一下 我们的英文 就是尽量咬之准一点 a basic 基本的 the everyone should acquire basic knowledge an history the everyone should acquire basic knowledge an history 篮子 各种材质 做成的篮子 you may put any dirty clothes in that yellow bamboo basket you may put any dirty clothes in that yellow bamboo basket 那低音或者是 男低音就是 the pitch between the tenor and the base is quite different 男高音跟男低音的音语差非常多 the pitch between the tenor and the base is quite different 所以男高音已经 到那个女调 已经跟那个女低音 不输女低音了 baster 混球 you dirty bastard you dirty bastard 那球棒呢 也可以是蝙蝠 in the baseball game players use bands to hit baseballs with full strength 所以这个有时候 卷舌不卷舌 有的时候舌头会打齐 所以要多练习 in the baseball game players use bands to hit baseballs with full strength 所以我们就是 发音掌握这些 掌握这些技巧 那你的发音就会 接近老外 然后这不是开玩笑了 你慢慢念熟了 你发音跟老外 完全一样 当然老外 但每个条件也不一样了 就是可以念到 一般的老外 那个发音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信写的话 你就多试试看就知道 这集夹这里